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蒙福的恶挟制 如果我们要靠律法称义 基督就与我们无异 甚至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 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 不需要受割离 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之后 仍然认为我们得靠行为 或者各种仪式来称义 那么就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可以被上帝称义 完全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而是因着神的恩典 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祂的救恩 所以第六节说 原来在基督里 受割离不受割离 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花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这并不是说要否认律法的功用 就如我们做孩童的时候 需要监护人来管束或保护我们 律法的功用也如同监护人在看守着我们 以免我们走错了路 但是我们都体验到 立志为善 有得我 行出来却有不得我的困境 虽然我们都不愿意行恶 却一再失败 我们都知道应该彼此相爱 但事实上确实会有嫉妒的心思 我们都成为私欲和罪的奴仆 无法脱困 但是保罗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当我们信的耶稣 是圣灵的律 要将我们从罪和律法中释放出来 就我们脱离取死的身体 恢复我们的自由 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 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 得到如此宝贵的恩典 我们岂可回到旧的框架 还坚持要靠着自己的行为 来诚意呢 虽然靠着基督 我们已经得着自由 不再受律法遗文的挟制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将此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任由自己肉体的情欲 来左右我们的生活 为所欲为 那是要顺着圣灵而行 被圣灵引导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保罗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诗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这些情欲包含 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增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凶杀 醉酒 荒言等 行这样事的人 主喜欢的恶行都能够除灭 我们也需要靠圣灵的能力来做主公 总之 神期盼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九种特质 包含 与神 与他人 和自己的美好关系 愿我们都能够渴慕结出这样的果子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吾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自由 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恩典 能够学习你柔和谦卑的样式 能够更加的爱神 爱人 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 支持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 让我们能够在每个日子里面 都渴慕结出你圣灵的果子来 主求你的恩典常常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快跑的跟随你 这样祷告恳求感谢 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